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什么唐水浦》 又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李小龙系列 自从我上一次说了,李小龙回港 做了一个功夫研讨会,第一个人去 遇到我的师傅,赵崇武师傅 两大宗司的历史性会面 得到很大的回响,很多朋友都很想 继续听多些关于李小龙的日事 和他都未听过的秘密 说起来,我是非常幸运也很幸福的一个人 做了这么多年,李小龙的资料搜集和功夫 我得到很多不同的回应 有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不知道为什么会落在我手上 我也很希望,也觉得有责任 继续传承给各位知道 上一次,我师傅和李小龙的遭遇 直到后来,李连达找我师傅 出这本《李小龙世界》 和一系列的书,这个事件 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我要说的是另一个 我认为是很幸运的一次的其余 李小龙身边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徒弟,甚至对手等等 都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在不同的场合 在不同的平台发表过 他们和李小龙的一些遭遇 一些故事 很多很多 唯独是由一个人 和李小龙都有一段的渊源 但是她是脊口不提 即是脊字不提李小龙 那怎么说呢 她就是周路比女士 我们也是这样专称她周路比女士 Ruby Chao 她被认为《西雅特朗报》 她被认为《西雅特朗报》 成为一位最大的威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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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 Chao 最好认为推荐良好的关系 和中国美国的社会 在大西雅特朗报告 如《莫奈娜》 像《莫奈娜》所报告 它是一位最大的威力的人 而是一位最大的威力的人 但是她和李小龙是有一段的遭遇的关系 因为李小龙投靠过她 Ruby begins taking care of a lot of people the most famous actor Bruce Lee who happens to be the son of a family friend 也有很多传闻 李小龙打他公 他被地方李小龙住 但是更多的传闻就是 他很不妥理李小龙 李小龙又很妙他 诸如是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究竟是真的假的 就算有人如何问他 李小龙死了之后 他问他 他也是不说的 是没有人做到一个详细的访问 你问他 我以前去搜集资料的时候 一提到李小龙 有人问过周女士 他都说我不想提这个人 他就拒绝 因为他是一个很强硬 很刚强的女士 根本是一个女强人的模样 慢慢和大家介绍 在《李小龙遗伤李连达》 他的一本著作里面 叫做《我夫李小龙》 《Bruce Lee the Man and Who》 这个原著里面 后来出售了版权给环球电影公司 拍了《李小龙》这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里面 《蝙蝠》不是太多 但也有出现过周露比这个角色 而实现周露比的 就是著名演员 《关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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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很不喜歡李小龍 但裏面亦有一些故事的內容 就是李小龍在餐館裏 和女士應有些眉來眼去 於是引起大廚狹狹狹 於是找刀劈劈,李小龍就出手打傷人 有這樣的事 是否真的呢? 當然這些事沒有人問到周女士 沒有辦法 但這些事我一直記在心裡 我真的有一個好習慣 我記性好 還有我喜歡揭而不捨 講回2007年的期間 當時在北美 加拿大也有 在美國、西安、西亞圖、北美的地方 有很多中國的武術團體 當時有一個武術團體 國術段位 我真的忘記了名字 很多的團體 他們提倡將國術要有段位 來考試 達至一個標準 當時他們都會邀請我去做裏面的委員 我就遠距了 有一次就說要過去北美 就成立這個段位制的儀式 很大型的搞道 於是就想請我去幫他們主持奶局 就做師爺 同期我們去的 有周強師傅 有劉家輝師傅 陳秀忠師傅 即是大聖匹掌門 意固掌門 陳秀忠師傅 就在加拿大那邊過去 他聯絡我過去 亦因為這樣 認識到吳斌師傅 我之前很早提過 國內有吳斌師傅 有很多武術大師 那次就在西雅圖舉行儀式 找一間酒樓 搞一晚晚宴 有功夫表演 順便頒發證書 諸如此類 當然我在旅程中 我拿著相機 到處拍關於李小龍的景點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去西雅圖 但每次去西雅圖 我就有些地方一定要去 其中一個 一定是李小龍的墓地 去彭釣一番 見一見阿龍哥 當地武術團看麥師傅 麥師傅很熱情地招待我們 我有一晚突然跟麥師傅太太說 我自己口多說 今晚有這麼多社會言達 來參加我們這個晚宴 我問你會不會有位 Ruby Chow 周路比女士 那麥師傅太太雙眼睜大 這裏誰不認識他 這是華僑的領導人 我們叫做僑領 這麼厲害 他說是呀 他做過 現在退休了 早幾年 他還是裏面的州議員 哇 華人做到州議員 都不得了 而且有一個公園 用他的名字來做公園名 Ruby Chow 拍攝的 我問這麼厲害 我說我們有沒有請到他呢 或者我們有什麽方法可以見到他呢 他說明晚他會來 咦 他會來 我想見他 他說你可以見到他 你見到他做什麽 我想都想到 我想問他關於他和李小龍的事情 這件事真的全世界都知道 他就說 他不喜歡李小龍 他從來都不說 原來這個傳聞是真的 他不說李小龍 我說怎樣都好 一場來到 我說都介紹給他認識 明晚未開始儀式之前 我還有很多時間 我可以和他見面 他說可以 他說但介紹你認識 你問不問到 我就不幫得你 因為原來他說 周女士都是屬於他伯母 伯母不是親戚 原來他兩家是真的熟 這樣說 他說我可以和他 他都會給他面 都會談到 所以 但是他肯定在你面前 說你小龍 甚至乎他的脾氣都很大 他會不會不喜歡 就要看你了 我說OK 我說對自己 做訪問 我都有多少信心 到了第二天 就是那晚蔓延 我們很早去做準備 當晚我還未需要進行私儀的工作 我就到處打點一切 沒有什麼準備功夫 後來墨太太就跟我說 周女士來了 OK 他說去拜會他 當時周女士都百二十多歲 他身材很嬌小 很瘦削 一頭的銀髮 你看到他雙眼是拱拱有神 很有威嚴 真的設立他一個女強人的形象 同行而來的就是他的先生 周紹平先生 周紹平先生 說到純正廣東話 還跟他用廣東話交談 但是周女士 Ruby Child 是完全不說廣東話的 是用英語對答的 我就開宗明義 我跟他說 寒圈一輪之餘 其實我也很想問你 關於李小龍的事情 周女士都很客氣 他說 其實我一直都不喜歡說李小龍 我是不會說的 我說我知道 我一直看這麼多年的雜誌 我都知道關於說李小龍 如果牽涉到你在裡面 你都一定是絕口不提 他就說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你還要問呢 於是我就給了一個 很真誠的理由給他 很簡單 這是歷史的一部分 周女士 我很喜歡李小龍 這是事實 但是不代表 我一定要歌頌李小龍 我喜歡他 我要研究他 我就要接納和希望清楚 他所有來龍 關於他的一點一滴 所以任何人 你說關於李小龍有什麼 我會去求真 我希望知道 他就明白了 他想了一會 就跟我說了少許 那時候李小龍 怎麼來找他 怎麼在那裡住 之類 但那裡是酒樓 而且接近 開始儀式的時間 人越來越多 都很吵 也不是一個適合做訪問的地方 他就說 這裏的環境也不太方便 不如這樣 你明天有沒有時間 我說周女士 其實我過了今晚之後 以後那些時間 我都是空閒 我沒有工作 他說 你介不介意你來我家裡聊聊天 求之不得 當然是 麻煩麥太 他真的去世侄女 麻煩他 他有時間嗎 他帶你來 因為如果自己坐車來 都很不方便 我在這裏都很遠 我好 我問了麥太 麥太和麥師傅 都對我們很好 他就 明天我們有時間 我載你過去 Steven 做完那晚的儀式之後 第二天 我真的買了少許的手信 麥師傅就載我 開了很久 我記得那天 我住在市中心 我坐了差不多 超過四十五分鐘的車程 那裏有一個湖 Lake of Washington 有湖邊 在山上 很好的風景 那裏全部都是住宅區 當然 我進去找周女士 一間大屋 一間大屋 歷史很有舊 一間大屋 是居山而建的一間大屋 進去的時候 周女士因為不良於行 坐在輪椅 他就說 你們來得好 你們說英文 你們好彩來 因為我差點要報警 發生什麽事 他就說 我husband 即周紹平先生 不聽話 不知道起床 要換燈膽 還是什麽 說你們來 我要換燈 我站在床上 我又起不了身 我叫了你們 你一跌下來 就會出事 你再不下來 我就報警了 即是想著報警 找人制止他 周紹平先生就說 很無事 很新手 還在示範幾下公嫁給我看 兩口子很開心 在笑 為何說示範公嫁呢 周紹平是演大戲 他以前 業餘 演大戲 話說 在戲行中 武生王 叫做陳錦棠 在語音片 大家都會見過他 武生王 陳錦棠 一哥 他叫一哥 他是陳錦棠的徒弟 周紹平在示範公嫁的時候 我說 我當然可以 我是一哥的徒弟 他就告訴我 他的淵源 然後很客氣 帶我去參觀他的家 我進去 甚麼周露彼不喜歡李小龍 在大廳的正中央櫃上面 就放了周露彼和李小龍一張合照 很顯眼 他就放了一張照片 然後由周紹平先生帶我參觀到他的家 很大 有地庫 有很多間房 他就說 原來以前 在五十年代開始 香港也有很多月劇的名靈 會去美國登台 他都一過去登台 你知道 過去登台是很大的事 一過去登台不是一頭半個月 是三、五個月 甚至乎有一些長大 一年都會有的 在美國東岸、西岸 一直去華厚演出 那些名靈來到西雅頭 就不是住酒店 一定是住他的家 他說 很多名靈住過我這裡 羅艷卿、李香琴、任劍輝等等 陳錦棠就更加加了 他師傅 都住過了 我問這些房子全部都是名靈住過的? 他說 李小龍有沒有在這裡住過? 他說沒有 周紹平先生說沒有 然後帶我進去地爐 以前我們Ruby Chao Restaurant 就沒有做了 這些東西都放在這裡 打到樓盤 我突然覺得嘩 為什麼呢? Ruby Chao Restaurant 我曾經在一些書裡見過 一、兩張照片 不是太多的 這間餐廳很大 裡面很多的雕刻裝飾 龍鳳的柱子 我不知道那些是否屬於羅漢 還是四大天王的雕像 真人這麼大 很大 有這些裝飾 因為那些都是很舊的手工藝 都放在房間裡 我一看到 有些很感動的感覺 第一 他保持當時Ruby Chao Restaurant 很珍貴的裝飾品 第二 這些景物李小龍也見過 如果在裡面做過事 他見過 我很感觸 那天參觀完 我拍了照片 然後上去 開始我和周女士的訪問 話說 原來周少平的關係 和粵劇界中人 很多人都很熟 當然李小龍的父親 李凱篆也和他熟 在登台期間 也和他結交了這個朋友 後來寫信告訴他 我兒子李小龍要過來三藩市 然後去西雅圖讀書 希望你都可以照顧他 受有人所託 而不容辭 於是收留李小龍 在哪裏呢 就是Ruby Chao Restaurant 上面有一個角樓 角樓那裏 就是被李小龍去暫住 然後我就問Ruby Chao 一直說這個淵源 如何收留李小龍 你對李小龍的感覺是怎樣 一旦就來了 我不喜歡這個人 吃花生的樣子 終於都說了 我為何不喜歡他 教而不善 當然是講英文 告訴我 如何教而不善 他說這個人沒有禮貌 沒有什麼教養 你喜歡時髮 喜歡一個潮流的飛仔打扮 不要緊要 但是你要有一種教養 做人最重要是這件事 他說 見到他 他就在那裏 喂 喂什麼 當時他是一個僑領 Ruby Chao Restaurant 地區偏遠 但是當地是一間 很出名的中國菜館 當地的政要 名人 很多時是去到Ruby Chao Restaurant 吃飯 要訂桌 是成為一個 身份的象徵 當然現在Ruby Chao Restaurant 都二為平地 成為一個停車場 沒有了 李小龍就是 在Ruby Chao Restaurant 門口拍了這張照 很多不同雜誌都見過這張照 他就說 喂 我作為一個有頭有面的人 Ruby Chao Restaurant 我長袖善武 當時他當然未做議員 但是作為一個僑領 當地華人 馬首是尖 喂喂 聲叫我嗎 他說你應該稱呼我做Auntie Aunt Ruby 都可以 但是你知道李小龍怎麼回答他 什麼Auntie 你都不是我阿姨 你都不是我親戚 這樣回答他 他覺得這個人真的教不到 他 除了這樣之外 他有什麼很激烈呢 他說有些事情我一定要澄清 李小龍沒錯 是住在Ruby Chao Restaurant 上面的角樓 我是一毫子 租金都沒有收 我沒有收過租金 我沒有收過租金 沒有啊 那個地方不是大又不是大 空出來反正沒有用 我是沒有收過租金 這件事我真的這麼多年都沒有說 但是現在你問開我要澄清這件事 我說這樣 第二件事我便說 電影由關南斯演過 李小龍在你餐館打工 亦都看過其他講李小龍傳奇的電影 都說他在Ruby Chao Restaurant打工 有什麼事 沒有 他從來沒有要他做過事 那個態度很強硬 原來這些全部都是傳說 個個都是這樣拍 但我又不出聲 我不會解釋自己 不過現在你問到我覺得我要說了 李小龍是從來沒有幫我打過工 我不收租金 但我沒有要求他打工幫我抵償 沒有這樣的事 你喜歡在這裏做事 我都不用 我很多人都不用幫我做事 但是為什麼會傳出這樣的事 他說我不知道 他說但是 李小龍住在上面 經常會在餐廳出出入入 和那些伙計 尤其是年輕人 很混熟這個是事實 我說有沒有一個傳言 李小龍轉那部電影 和裏面的女士拍攝 有多少曖昧 他說我沒有聽過這些事 因為你都可以聽到 周女士是很著重聲譽的人 很著重別人的得行 他說如果有這樣的事 如果搞到這麼大 我是會知道的 而且你會搞到好像電影一樣 他說爭風俠躁要大打出手 他一定會知道 他說沒有 我真的沒有聽過 他說但是 李小龍是會教他的伙計打工夫 原來這件事是真的 我在哪裏教他打工夫 後欄 餐廳的後碗那裏 那裏有些空地 他們都是沒有什麼做 你知道洗碗還洗碗 在廚房裏面 後欄的地方真的讓伙計休息一下 吃煙等等 他就在那裏 有一些圍欄 就在那裏教那些伙計打工夫 那什麼時候教呢 他說 你知餐館是有所謂的落場時間 他又不是一間茶樓 正所謂他又不是做早午時 他只是做晚事而已 換句話說 伙計總之 你總之三點多開始 你回來有準備 當晚的事 你搞得好就可以了 那下午的時間 每一做的 正所謂的 下場時間 李小龍就 群埋他們 就教他們在那裏打工夫 我說學生當不當 我沒有理會這些事 但是因為 我又不能說他 因為那些時間 的確不是工作時間 他亦都的確沒有影響到 我的伙計做事 所以他在那裏教功夫 都是他的事 他就是這樣 他說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任何爭風俠躁 在餐館裏面大打出手 沒有 只不過他不欣賞李小龍 當時他覺得他的教養不好 那後來呢 後來李小龍成為了演員 甚至乎成為國際舉星之後 你怎樣看 他就很強調 有些講名人 Ruby Chow也是名人 所以我不覺得 甚麼要高攀這個問題 我不會這樣看 我很開心 他終於可以成為一個人物 他當時看的李小龍 接觸的李小龍 是一個叫做少不耕士 不是很長進的年輕人 到後來他成家立室 有了自己一門的武術 甚至乎向上奮鬥 成為了大家都很崇拜的一個影星 一個英雄 他說我很替他家人高興 他亦都是因為他的英年早逝 我很傷心 講開一個插曲 李小龍最後就是落狀在西雅圖 湖畔的那個 那個《Nickfield Symmetry》的墳場 當時落狀前有一個最後的告別儀式 周女士有去到延場 亦因為當地曾經是一個 我負責李小龍龍爭褲鬥裏面的製片 有少許的意見 當然也沒有 一來是一個喪禮 二來周女士也不是非一般人 所以也有參與過李小龍的告別儀式 這麼多年之後 終於周女士跟我說了關於李小龍的印象 當時我問過周女士 我問我可否拍到你家裡的一些環境 可以 當然和她有合照 她也給了你和李小龍的合照照給我 在訪問過程中 因為我去做《功夫段位》晚會詩儀的時候 我沒有猜到會有任何訪問 我只帶了一部手提攝錄機 只可以用機頭咪來收音 我問你可否介意我開著攝錄機 擺在那裡拍著你 然後我收音 她說OK 沒問題 那頂帶一直存在 我便問周女士 其實我都在文化界有工作 我會出書 日後你可否介意我把這段訪問公主於世 她真的很大方 她說我都能說給你聽 這些是沒問題的 她說Steven 我很喜歡你 你和我說話令我覺得很舒服 我這次說了我這麽多年都沒有說過 說給你聽 說到給你這麽喜歡李小龍的人 聽到這件事 我都覺得很安慰 我當然非常多謝她 很感謝麥師傅 麥師母 這麽大力的幫忙 告別了這兩位老人家 然後我便完成我餘下西雅圖的一些行程 然後我便回香港 兩星期之後 麥太打長頭電話給我 她便告訴我一個不好的消息 周露比女士在夢中與世長遲 睡覺的時候過了身 她便想告訴我 她是一個高壽 在這麽大年紀過世 亦沒有受到什麽辛苦 但我覺得因緣際會這回事很有趣 她這麽多年都不肯說李小龍的事 遇到這個人 李小龍的狂迷 她和他美美道來 把李小龍和他之間的淵源 兩星期之後便與世長遲 都有一些感觸 有很大的感嘆 亦都覺得 我回想過往很多年 到現在都是 這是其中一件 我遇到和李小龍有關 亦都是捍衛人之的一些日事 是因為我很熱心投放我的感情 在李小龍這件事上 李小龍的人在這件事上 我得到很多不同的回報 很多和李小龍有很深淵源的人 有很多發生過一些 鮮為人知的秘聞的人的事 他都會親自來告訴我 在物質上 有很多和李小龍有關的東西 他會流入我手 甚至乎一些從來未曝光過的影片 好機緣巧合之下 居然可以因為找到我 去完成資料搜集 把那些影片都放在我身上 就是這樣我一字一句一頁一頁 把李小龍原本空白遺漏了的 在歷史上的空白填補上去 這是我最大的榮幸 亦都是因此我引證了 李小龍曾經在一封信 寫給他好朋友 你盡久的一封信中說過 只要你用心投放你的心力 在一些事情上 你是會有回報的 所謂的回報 並不是說一定是金錢 不是一定是物質 起碼在我們學識 或者一些歷史的知識上 甚至乎在我們的感情 在心情上 我們得到愉快 這些都是錢買不到的回報 希望借助今天我講的真實故事 去鼓勵大家 用心在你喜歡的事情上 你會有回報 如果大家喜歡這集的內容 記得多多和我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那一碗在一起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